疫情期间,很多学校都会取消大学生外出参观 就读屯门区人济医院挪陈楚思小学的同学 就不用担心无机会看冻食物 因为学校在三年前已经开始构建生态园 给学生多一个活动空间 我第一年来的时候,第一年来的几个月 刚才你见到的地方就是其实是没东西的 一个空地,有一些草 我就刚刚有一位同事张主任 一齐看,发觉这块地挺好的 不如弄一下吧 除了善用空间 究竟有什么启发到学校要建造一个生态园呢 我们曾经有一年级学生就要去中环参观 我很记得的,那些老师带来的学生吐 我就觉得,怎么要去到这么远 要去到动静物公园,是不是? 学校都有 不如我们就将自己的校园 弄成一个生态园 学生他不用周居勒顿 他学习是学校已经有了 这是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就是在观察过程里面 那些学生原来他对动物,植物,昆虫 是很有兴趣的 生态园是采用别人气质的物件 加上创意改建而成 当中还包括学校每年维修工程 要丢的建筑材料 譬如我们蝴蝶那对拱门 就是用礼堂翻身 因为它做工程 弄湿了,煤了,有些起了,要拆了 用了那些木地板 他做了一个蝴蝶的拱门 例如我们鹿龟屋那边 有一个尼巴的 因为它会走出去,我们要围住它 这些就是一些例子 本身是废物来的 本身真的是丢的 就真的转了一些 物尽其用 或者改变它的用途 转了一些新的物品出来 生态园的一专一瓦 都是由老师、工友和同学打造出来 当然不可以浪费这个地方 所以学校就将生态园 融入了在常识科和STAMP科里面 开始我们都是做一些智能家具 或者叫做智能灯 做下做下,然后觉得 好像跟小孩的学习和生活 好像达不上关系 所以我们就把它再调整 再去反思一下,调整了之后 我们就用生态园这件事 就做了刚才所说 做一个智能销水器 学生最重要是有一些基础知识 常识科就会担起这个角色 因为我们就会给很多 例如理论或者基础知识 例如要配合智能灯 他要学闭合电脑 他有些相关的基础知识 他就可以再进一步做一些 所以常识科反而在学科里面 担任了一个很重要的 在知识性的角色里面 再应用在生态园和STEM 我们其实互相会做一个配合 有生态园之后 学生培养到外环境 外自然的品德 原来对SEAN学生 都有很大的帮助 他要照顾龟 他要照顾花 他就会专注 和用心去帮他 这里生态园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让他觉得原来我是有被照顾角色 和我都有照顾人的角色 角色不同了 就自然看到他另一方面的优点 就赞他 给他奖励 原来他就慢慢觉得 原来我有价值 所以他们有跟他聊天 聊天啊 照顾他啊 你会觉得帮到学生